黃子嬌和孟耿如結婚兩年 也在今年5月迎來女兒育女 黃子嬌多次在鏡頭前提到寶貝女兒 可見新手爸爸對女兒很是疼愛 不過老公工作滿檔 老婆就比較辛苦啦 孟耿如今日一早在臉書發文 PO出一長串老婆的抱怨 提到自己要一邊努力工作 還要一邊照顧孩子感到身心俱疲 尤其黃子嬌想是以工作為主 他就必須得配合老公的時間 有時候需要緊急救援 黃子嬌也不一定能幫忙 明明是雙新家庭照顧孩子還是媽媽為主 孟耿如還無奈感嘆 也是我自己選的要怪誰 而黃子嬌在看到老婆的貼文後 立刻就留言解釋了 說自己雖然工作繁忙 但都沒有應酬 回到家也盡量幫老婆減輕負擔 甚至還有分擔老婆副業的事情 針對網友喊話不要讓老婆單打獨鬥 他也說自己絕對沒有沒做事一打一 連家庭露營也麻煩家中保母加班跟進 只是今早的負能量輸出太直接了啦 這段新手爸媽的小抱怨也引起許多網友打氣 現在辛苦未來就會很甜蜜了 玉米的爸爸媽媽可要繼續加油囉